大家好 喂小林 昨天不是说了降准的事情吗 就且看 习近平与李克强两条路线之争嘛 就李克强连续是几个月都在喊要降准了要降准了实在不行了 一方面实体经济没有这个水不行了 要润滑稽呀对不对呀 到处都需要钱 地方政府需要钱 社保需要钱 房地产也不行了现在房地产也没钱了方方面面都需要缓冲 那人民币也涨得太快因为资金紧张相对而言你人民币就 变成了紧缺嘛紧缺就人民币太高了 也放水一方面也可以把人民币压下去 所以我说李克强提出降准是非常合适的 现在唯一的蓝鹿 蓝鹿狗 绊脚石 就是这个习包子 因为习包子上次已经是有一次不听话了 这个习包子对于经济形势 他表示非常乐观 习包子说 我这个治国理政底下开玩笑 中国经济好得很 你不要整天给我抹黑 长他人自弃灭自己威风 我中国经济好得很 不好的是美国 他说我这里什么都好 那他不听没办法 所以就是 我就说了 且看这两天这个相准能不能落地 我也说了这个如果是时间窗口 通常是周末 因为周末 反正就这样 习惯性工作就这样说不出个原因来 就周末给你个时间去消化 我们在解读 首先先说今天果然呢 真降准了 是那个 新闻联播时间公告的 就对全社会公告就是 央行全面降准 0.5% 释放的长期资金达到 1万亿 那这个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一一去对比 他是说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人民银行决定2021年7月15号 15号这个时间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不含以执行5%的存款准备金率 金融机构 我应该没多少吧 已经在执行5%的 应该不多 本市下调后 金融机构加全平均存款准备金率8.9 那应该来讲最低最低他说5吧 也就是还有个 4.9% 还有 1 你说 0.5%是1万亿的话呢 那他还有个几万亿啊 可以慢慢放啊 还有一点水可以放 提到 提到今年以来爱大宗商品呢 这个说过了 先看这个规模究竟是怎么理解他 这个规模我们前后前后对比啊 疫情以来 央行有四次降低准备金放水 第一次是 1月1号 1月1号宣布降准 然后宣布降准到实际生效呢 他给的时间是5天啊 1月1号宣布 1月6号正式实施 当时放的水大概是8000亿 1月1号当时就是 武汉封城前前后后 是吧 还是 是1月1号封的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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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1号封城 农历封的城吧 那这个这个 疫情前还后 没没搞懂啊 在这里有点忘了 反正当时这个放放水力度也挺大 放了8000亿 然后到3月10号呢 3月13号 哎呦 这这这时间点已经有有点复杂 3月10号他是国常会 宣布了要降准 然后就隔了三天 他就3月13号就宣 宣布要降准 然后再隔了三天 3月16号就正式实施 然后就3月31号 就又降了一次准 就疫情马上就降了两次准 3月份呢 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嘛 3月31号 然后是4月3号 宣布要降准 然后是隔了 这个就隔了比较复杂 隔了12天和42天 他分分的两批去生效 然后放的水 第二次放的水是5500亿 第三次放的水是4000亿 那这次是1万亿 你可见这次呢 力度最大 还有 这次时间也是最仓促 他是7月7号 做了一个新闻 然后才隔了两天 7月9号就宣布了 然后就7月15号 就隔6天就落地 而且是1万亿 之前他包含的对象 他不是全部金融机构的 之前有一些什么不包含什么汽车租赁公司啦 不包含什么什么银行啦 他的面也没有这次广 所以这一次呢 释放的资金规模和时间 时间的节点都比较急 你可见这个降 降低准备金率降 放水的放的又急 规模又大 然后我们看看他的大记者问什么说啊 大记者问 提到 这次降准的 政策取向是怎么样的呢 自问自答嘛 这中国的 政府部门开记者招待会基本上是自问自答 记者的问题是准备好了 然后 他想说什么 然后就以 以这个形式来说出来 他说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他这个意思呢就是 不会 说 大面积的放水 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他 他这个说出来的主要是怕这个社会呀 对这个通货膨胀的预期 过于激烈 所以就告诉你不是大水漫灌 不是大水漫灌 然后 他提到的这次 释放的准备金 有一部分是归还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用于归还 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 这次提到这个MLF 其实也是个用来放水的 这位他 他换了很多个名堂 换了很多个名称去放水 又有什么麻辣粉 又有川纳粉 又 这个好多 什么MLF 很多名字我们 我们听的都乱了 乱套了 他反正 相当于是什么呢 他是有一些短期的借债 然后这个存款准备金 利益释放 他相当于一个长期的借债 或者说是长期的 就直接就 借着借着就就送给你 哎呀算了算了直接送给你了 不借了 这个规模是多大 是有4000亿 所以他 印这次 释放1万亿的流动性 有4000亿是直接又用来 还之前的一个短期贷款 所以实质上整个社会 能获取的一个流动性 6000亿 6000亿 那你就算呗 里面你说对这各个市场的影响 6000亿是实际能够到得到 市场的 然后 房地产之前也是划了三条红线 也不是有一些小银行 17.5% 有些大的银行 20% 20% 多这样 那我们就按照20%吧 那你6000亿 20% 那就是 1200亿 1200亿可以到得到 终端市场 1200亿 这规模 能解一个月的课 能解一两个月 所以就是 这他也是应该也是考虑到楼市嘛 你现在楼市资金太紧张了 上半年基本上已经把额度用完了 他 可能也是要兼顾平衡 把市场稳住 这是一个考虑的 有1000多亿 那大家抓紧时间要卖房的 抓紧时间卖啊 这是给大家的机会啊 中央是非常仁慈的 告诉你们 如果我们的铁骑再往前一步 这些暴徒随随便便 这些炒房的人随随便便 是给中央收拾了 那现在中央非常仁慈给你们机会 你们要 你们就 感谢党中央啊 感谢中央政府 又放水啊 给我们机会卖房 还是这样 所以就 要离补 这个 一个要还 然后第一个 第二个要 考虑到7月份 中下旬 有一个缴税的高峰期 可能带来流动性的紧缺 所以就是 要 印这个钞 啊 就是要要这个放这个水 保持 金融体系的流动性 合理充裕 为高 资料发展 共给侧 供给侧 改革 提供适宜的 货币金融环境 调整 中央银行的融资结构 等等等等 然后还提到一个 就是这次这样降准 金融机构 可以获利130个亿 就是以前 他们如果是 MLF 他们是要交利息 给中央银行的 那现在 直接降低 存款准备金率 那是没有利息的 那就相对于他们 每年可以省 130亿元 也是他 也是看到反正一直 因为 这个短期贷款 这个嘛 这个MLF 太多了嘛 积累到一定程度 你不放一下 你一直这样借 也没有什么意思 反正你长期借 借个10年 我问你借个钱 我说 你借给我10年吗 那么相当于是给了你 对不对呀 所以 干脆这次就直接调过去了 这个 实质上 释放的资金规模 6000亿 也 体现为 他说会预计 能降低社会的 融资成本 他是这么个考虑问题 那这 这个 他的一个基本的表态啊 那 关于洗礼之争 这个就两种可能的 很简单的 就是 这次既然降准能降下来 就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李克强 还是有很强的影响力 也觉得 这个经济不行了 习包子自己拍的板要降准 这两者可能可以结合 可以游和在一起 李克强也在喊 喊的不行了 然后习近平 也采纳 更多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反正最后 还是要习包子批准 那现在习包子就批准了 可见呢 应该来讲中央 这一套班子 习包子为首的啦 这一套班子呢 他们觉得 这个经济还是真的是非常糟糕 糟糕到他们 总的来讲形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无论李克强还是 还是什么呢 都感觉到现在经济不行了 经济不行了 我们有定力啊 我们差不多了 我们就 放水呀 是不是 这个水龙头还可以啊 还能够忽悠一阵子 他大概是这个想法 那就 形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那结果这样看呢 几个方面 楼市 跟股市呢 会稍微稳住一下下 我预计 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但是长远来讲呢 这支持不是太大 因为核心问题太多 但是放水呢 会让大家稍微好过一点 但是好过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因为马上 我们都是习惯嘛 一到年底 又之间紧张 到时候可能又要放水 那能不能短时间之内又再次放水呢 那就看细胞纸的脸色 是不是啊 就顶不了多久 顶要顶就一直 再这样一次准 顶完这个年尾 然后到明年年初 这是还可以 有可能 因为也要稳住冬奥会嘛 但是这个冬奥会 我们就另外拍视频在说 这个冬奥会现在被全世界 抵制 所以呢 这是股市楼市的情况 可以稳住一两个月 稳住形势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的 可能 可能 会有一段时间的下行 因为现在如果货币倾向是 放水 那放水的人民币多多少少 可能还是走 走弱 保持一个走弱 这么一个倾向 那就是他的一个政策取向 基本上就定了 那我什么说 穿口期嘛 那穿口期是国内 细胞纸 必于 迫于这个形式的 还是给市场 给一点点水 大概是这个情况 那 这个视频先说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的 点赞 订阅 分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